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林 看到这个画面 公交青毛议器又更新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么更新了 记得开闪之前 可以帮小弟按赞好订阅留言分享 还有按一按铃铛支持一下小弟 今次最大的更新 就是增加了多站路线规则 但大家不要误会 这个不是平时入服务区的中途站 游站等等 而是举个例子 由A地方 去B地方 再去C地方 而不需要重新出去 又进去玩 总体来说 即是直通运行的意思 地图系统 就是你平时选择路线的列表 变成好像地图那样的选法 严格来说 都不是什么很特别的系统 第三项 第三项就是增加了土耳其地图的开赛利 梅尔森 以及沙姆森 我Google查过 读名应该是沙姆森 可能是译音的问题 看来官方非常重视土耳其这个地图 他说会增加印度地图 以及加了一些巴西的中电站 我到时会看一下是否开通这些线 闪述灯之后我会示范 至于什么叫添加新城市 什么新城市 他又没有说的 那段估计不是新城市广场 所以我也不知道 那今次官方 特别提到会即将开通 一系列新国家的地图 以及将现有的去更新的 分别有中国 加拿大 韩国 马来西亚 以及泰国等等的新地图 我希望他可以做得有特色一点 不要用舊有预设的那些墙 改个名字 就当新墙 那就算了 他又提到美国的地图 那我就估计他会翻新一些路 或者车站 那好像土耳其的墙 那当然未必有土耳其的地图 那么漂亮 那我就反而期待是英国的地图 因为应该现实是犹太车的嘛 好像香港那样的嘛 那我就怀疑官方 会会顺着这个势 推出一些新的犹太巴士呢 那update新的休息区当然好 因为既有这个已经用了很久了 已经太没生意 感觉上很多东西更新了 唯独是休息区是没有更新过的 至于海关大门 我就不太明白它这个是什么译名 是不是解更新的收费杂 那新的桥梁就应该没什么特别的 那修理店呢 就是指油站那里应该会有间小屋 是被人进去维修车的呢 轮车都应该没什么特别的 什么叫MCI J4500呢 那我就上网查过了 首先MCI中文名叫做美西埃 过去是台湾汽车客运公司 用这个MCI车厂整车那时的官方译名 是横跨美国加拿大制造大型车辆和巴士的厂商 那可以先看图参加所 最后是语通客车 那将会是游戏里面第一个中国车厂的车 不知道你们是否喜欢呢 那我就对这些短身单层的客车都充满了期待 那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收看之后有关直通运行路线的游戏画面 记得赞好订阅留言分享 那下一节见啦拜拜 准备